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这些年公益的发展 人们对于公益的认知也在不断地变化 那么什么才是你认为的公益呢 毛主席说了句话叫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我认为的公益 立足在居民的需求上 为这样一个居民的群体来募福利 公益就是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然后将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公益我把它拆开来看公何益 公就是大公公司 立就是做好事 他遇到公益当中会给你带来什么 而坚持下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看到了更多我想看到的 还有美好的东西 各行各业的人 社会大型人士都帮助了我 只有做公益 只有为社会去服务 才能寄予回报一些 能带来就是很多的快乐和满足感 包括还会带来一些荣誉 但伴随着越来越多公益活动的出现 人们对于公益的误解也多了起来 那么你觉得在今天 公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在常人的眼中觉得 去做无私的这种奉献 可能背后是有目的的 那这个时候会得到很多人的一种不理解 志愿者就是奉献我们的时间技能 但是这些东西有些时候却离不开金钱 因为它是无偿的 然后也不会得到什么报酬 然后这种一说出去 很多人就会觉得它就很假 出现了百色助学网这样的丑闻 所以有来越多人对公益并不是很相信 我想有一个人或许可以给到我们答案 现在走近有舍得酒夜与凤凰网联合推出的高端访谈节目 舍得智慧讲堂 舍得中国智慧 这一年聊了很多的嘉宾 但是你是跟我 我们俩是年纪最接近的 然后也回过来 然后同时你刚刚说到你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我也是两个小朋友 刚才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然后突然回过头看到你 就是刚送完孩子那种就是那种焦虑的状态 然后又要赶下一场的活动 因为这边马上有拍秀嘛 就是可能有人会说你是职场女神 等等等等会有些的title给到你 但其实你是最懂自己 就是说在人前光鲜的这一面 很多部分的话 其实是要自己去解决和承担的 是的 我觉得其实所谓的女神也是别人的 我这一种愿望吧 愿望 就别人给到你的愿望 对对对 别人给的一种愿望 我其实从来不讲自己是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还是希望 有一些超自然的存在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愿意 把一些选择性的看到一些 比较光鲜亮丽的一面 我觉得这是我能理解这种情感 但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女神是不存在的 如果真存在那也是电视剧里的 我自己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英国留学之后的话 我应该是03年04年 那个时候因为留学这个时间到了 然后就回就回国了 但你跟我不一样 你已经是有三个孩子了 而且当时可以说脱家带夫 还是带老公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真的是觉得 因为我觉得那个决心让我现在下 我是不可想象的 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通下决心 对 的确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有点不可思议吧 然后其实我00年出国 后来第一次回来是08年 那个时候跟你的当时描述的状态比较像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美国读完了博士 在麦克西工作了两年 那时候觉得自己虽然是中国人 但是对中国的真实社会是非常不了解的 因为当时你长大的经历 无非就是在国内上学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希望回来 后来到13年我们又搬回美国 所以到16年再搬回来的时候 的确不是计划内的 因为那个时候 加州你可以想象吧 蓝天白云的是吧 然后工作也不错 孩子也挺好 所以当时一个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这份工作 当我了解之后 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可能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吧 就觉得回到这个 来到学的盖自己的工作 对对对 因为当时其实 一开始有人 就他们猎头来找我的时候 我觉得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一个工作 我说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或者是合适的人选 对对对对 然后我说这个 但是我你是不要想 为什么你会觉得 自己不会是合适的人选呢 当时其实一个是几个原因吧 就第一个 我觉得我对这个领域 是一无所知的 就是知道一些大面的东西 对吧 但是比方说 当时基因会做的很多工作 都是跟流行病啊 跟这公共卫生相关的 他们当时很多的这个 比较资深的领导者 都是多年的像这种 公共卫生的医生 然后这方面的专家 那我不是嘛 对吧 我觉得首先 没有这方面的所谓的专业知识 那第二个呢 说实话 当时在麦几基做的挺好的 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不是说好像我 这个如果再不转型 就有问题了 所以其实在个人角度来讲 也没有觉得有这方面的考虑 那是什么让你最后觉得 对 当时很有意思 对 因为当时我觉得 首先可能还得感谢那个猎头吧 就他还是比较 对对对 一直在过段时间又来找我 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问我 他说 哎呀他说 我知道你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 但是你有没有兴趣 见见比尔盖茨啊 然后那我一想 他使出了他的王牌 对对对 最后的一张王牌 对 我当时想 哎呀我说这肯定是 是吧 这千载男朋友 这让个人都不会拒绝 是啊 你不会拒绝的吗 我说 我说有有有有 有兴趣见 然后实际上 其实就是他所谓的 安排了一次面试 然后当时我 我还挺 还挺装的嘛 我说 哎呀我说 我可不是去面试的啊 我说这个 我不是想去找这份工作啊 我说这个 但是有机会见一见 我是很乐意的啊 嗯 然后那次 那次 那一次 trip之后 我觉得 就是还是对我的改变非常大 就是才真的觉得 哎这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职业方向 职业选择 可以说那一场对话啊 就完全是改变了你们的 后面的这个人生鬼迹 嗯 李尔盖茨 他刚刚其实 有留下去没有影响 或者说 对 他的哪一句话 嗯 基本就是让你完全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对 所以其实 嗯 呃 就当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就说 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嗯 他当时给我的回答 我觉得现在还是对我有特别大的影响 他说 我原来做微软的CEO的时候 那时候觉得 这个世界是有人各司其职的 然后我作为CEO 我就把我公司做好 是吧 我这个股东回报 然后呢 如果是这个卫生问题 那不有世界卫生组织吗 那如果是粮食问题 不是有世界粮食组织吗 对吧 如果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战争问题 不是有安理会吗 对吧 就是他说 我认为世界是这样的 啊 说但是等我去 自己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才说 他说发现 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 影响到数亿人的巨大问题上 其实存在着巨大的真空 嗯 他当时就提了一个例子 就是讲那个瘧疾 他说 瘧疾在全世界 还是有几亿人 嗯 每年受到他的这个困扰 然后每年大概因为 因为瘧疾而死亡的人 大概就有 嗯 50万 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当时讲嘛 他说像这个 整个瘧疾 当时全世界的这个 投资的研发 大概只有5亿美金 5亿美金好像听起来很大 他当时举个例子 他说你看这个 男性泄零 就是这个 这个不致命的这个条 这个每年是有 20亿美金的这个 呃 投入 对吧 他说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 不平等 啊 所以他说才意识到 说这些问题 是他以前 没有所思考过的问题 然后 但我觉得可能 对我最最最出动的是 可能很多人看到 这些数据 哦 也就看到了 说要把这数据 给世界飞生组织看看 你让你们去做吧 对于我无关 对对对 他其实我觉得是 是因此是 就把这个事情 变成自己的事情了 他说哎 我觉得我应该能做点什么 等于他拿出自己的财富 啊 拿出自己的这个 啊 所谓聪明才智吧 希望去解决这些问题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年 对我有两个 特别大的触动 就第一个 我当时是感觉 我是见过世界的人 啊 那时候你看 我是麦肯锡合伙人啊 然后这个 在全球做项目啊 然后因为麦肯锡的 这种实质 又是又是跟客户相关 所以你各种各样的客户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不同的这种商业问题 那觉得我已经 是吧 这个肯定比大多 大多数人的这个事业 要对的 要广得多 但是突然发现 我觉得说 我当时说 其实可能我 那时候看到的世界 也无非是一个 中产阶级的这个 市场经济 起作用的一个世界 你会发现在 他看到的世界 是比这个世界 要宽广的很多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可能现在 他还是非常inspire我 因为你想 虽然我们都觉得 比尔盖茨是个了不起的人 是个首富 但他既不是政客 是吧 也不是官员 就是不是官员 也不是 他其实就是一个 private citizen 他说我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公民 然后我愿意 把自己的财富 和自己的这个事情 拿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我也 特别触动 就虽然我们觉得 可能我们跟 比尔盖茨 差这么远 但他这种思维方式 其实我觉得 我们都是可以学习的 就我能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可能是我对我 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吧 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 感触仅仅是一方面 我自己感觉 因为你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妻子 然后同时作为一个 事业女性 你是要做出 各方面的规划的 对 所以当时其实 有了那样的一个 其实对我来讲 等看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下一步的决定 就比较自然了 那就会说 这件事情是一个 有意义的事情 就首先我看到了 以前没看到的 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 你看到了 就是你好像看到了 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图景 第二发现的 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我的这些 职业的经验 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 那第三个 当然也是了 就是说 这到底是不是 因为毕竟还是个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其实说实话 当时是 还是非常忐忑的 不是说 哎呀 我就特别的 这个勇往之前 就做这个 因为毕竟是 不熟悉的团队 不熟悉的领域 然后整个都是 很不熟悉的 然后在 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需要一个 一个 就是蛮辛苦的 一个转变吧 但当时可能 对我来讲 我的这个思维的过程 就是我觉得 前两个想清楚了 第二个 它无非是一个 数的问题 我觉得是 是可以的 我是那么多人 换工作 对吧 又不是我一个人 所以其实 就是虽然 我的确 有点忐忑不安 但是觉得 这件事情是 也不会那么难 然后其实当然 还是经历了 一个这个过程 但是 就是我觉得 可能到第二 这一步 就不是那么可怕了 你用忐忑这个词 似乎表情 就可能就 犹豫了一下 或者这些部分 但可能在我看来的话 中间的这些过程 包括跟孩子的 这个沟通 跟老公的这些沟通 甚至你之前 在这个 麦克星的老板 他们都会有一些 不同的这样一些建议 会影响到你吗 就是其他人的 不同的声音吗 还好吧 我觉得可能 我一直的 这个所谓的处事方式 就是比较 听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所以还好 当然 我记得有几个 当时一个 首先其实我先生 特别支持 就我觉得这个 我还是非常非常 感激他的 因为他是觉得 这个其实应该 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就是 所以他那时候 老跟我讲 他说你看 麦克星这么多合伙人 对吧 这个你跟别人 有啥区别呢 就是我觉得这种 当然你要去做 这件事情的 只有你做 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 很有意思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他其实 我觉得我们俩 在这方面还是 就是我还是非常 非常感激 这种共鸣的吧 然后像 其实麦克星的 很多同事 倒的确是 我觉得也是出于 对我好 的确是有很多的 反对意见 就大家觉得 首先大家会认为 从所谓的商业到工艺 这就是一条不归路 对吧 不归路 对对对 因为你去了之后 就不可能回来了 因为大部分 我们的就 从基金位来讲 从那个 麦克星来讲 你可能去一个 公司做高管 或者什么 这是相对比较 常见的一条路径 然后你可以去 从一个公司 到另外一个公司 它的平台会越来越大 那感觉到这边 你的平台会越来越小 对吧 所以你把这个路 走得很窄 第二个呢 就当时我记得很 就是我还是非常尊重的 一个这个 很自身的合伙人 就说你这是这个 career ending move 所以你这个career 就end了 对吧 然后你 对 然后说 说这个就 因为 其实我觉得 我也能理解 因为它没有 因为我们一般 还都是希望 能够寻找一些 可比的嘛 对吧 那以前有什么人 成功了 有些人 你找不到嘛 就找不到 所以你会觉得 这件事情的风险 远远大于收益了 所以其实当时 的确是这个过程中 并不是说 我这个愁愁满志 那我就要这个 开辟一片新天地 现在转身 是让心态是 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因为它毕竟不是 如果说是真的是 一个所谓上市公司 让我去做高管 那是这个路径 生迁之路 对对对 很明显的 然后这个的确不是 所以当时是 带着这份忐忑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还是回到那个 就我觉得最终 它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意义 而且可能 如果自私一点来讲 我觉得其实人这一生 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 也是很难得的 就是说 我觉得有机会 去参与一些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能够让自己的 这些职业经历 和职业经验 能够在一些 更大的问题上 发挥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无价的 因为今天是商业 然后再跨界 到整个慈善 你刚刚谈到 设计的方方面面的部分 包括像很多农业数据 包括像一些劣迹 等等一些 重大疾病的 这些部分 你是怎么样去完成 这种跨界的转化的吗 其实我自己想 所谓的跨界比较少 就我觉得 我的自己的一个 指导原则 就是还是去 看这个问题的 本质是什么 就领域是共通的 其实它走到最后 是有共通的 对对对 到最终其实 就无非是几个东西 就是第一个是 你如何去定义问题 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 你如何解决问题 对吧 然后解决问题 你如何去沟通 你的解决方案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 都是这么三个 所以其实在 只不过原来 可能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是说 我如何有一个 产品市场准入 如何把它的 marketing做得更好 如何去增加 它的所谓的 比如说 营销回报率 等等 类似这样的一些 可能比较商业问题 你现在解决的 可能就是说 如何能够让 就是非洲的经验 中国的农业经验 能够得以非洲 它其实还是 其实我觉得 其实无非是问题 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觉得 也不是说 好像我们从A到B 他们之间是没有交集的 就是我觉得 可能现在的 做的工作 会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会发现 比方说你要想去做 刚才像这种检评 或者是这种 公共卫生的工作 它其实是跨领域的 就它既有 所谓的 公益的一方面 但实际上 公益在里面 起到的作用 我们叫做 所谓催化石慈善 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当时我们做的 全球免疫疫苗联盟 很有意思 就当时 简单来讲 就是当时 我们是希望 有大量的疫苗 能够用到 就是最穷的孩子身上 那这些 但对疫苗企业来讲 你们最穷的孩子 分散在80多个穷国家 对吧 然后虽然每一个 对我怎么能 对你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 我这个去做 这个分销 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而且这些 这些都是这个 各种他的这个 自己的卫生体系 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等等 是吧 所以当时我们 做了一个工作 是当时00年 基金会成立的时候 当时其中有一个 最大的一笔捐赠 就是7亿5000万美金 当时就成立了 这个Gavi叫Global Alliance 或Vaccine Initiative 就是全球免疫联盟 然后做什么呢 他就是 他就说 你们这些企业 其实也知道 这种有市场 对吧 然后呢 我呢 就用成本价 加一点让你卖 你也愿意卖 因为对你 你卖一只 就是正一只 但是我知道 你卖不到所有的国家 这你不用着急 你就卖给我一个人 对吧 你卖给我一个人 那我就把这个量 给你定了 然后你就卖 那他们就愿意卖了 对吧 对于对他来讲 那就是一个 多出来很大的一个量 然后虽然好像 每一个挣的不多 但是他降低了整体成本 而且有钱可赚 然后呢 这个Gavi就是 首先做了这件事 第二个事呢 他说 我既然有这样的一个 能够有这种集采 我怎么样去跟 通过跟WHO合作 去跟这80个国家 把你们搞到一起 然后我们来定目标 对吧 然后定目标说 分了三类国家 最穷的国家 那我就免费送给你 中间穷的国家 我们就低价给你 那这个稍微费一点的国家 我们就这个 收取一些费用 然后最后 就把这些国家 就都能够去做 然后又通过这个支持 去支持他们自己的 卫生体系建设等等 就讲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实际上这个 从200年到现在 做了18年 那大概有这个 超过6亿的儿童 打上了疫苗 然后其中避免了 大概有几百万儿童的死亡 所以其实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因为它就是 让大家都能赚起来 对吧 就是说这个 每个人都可以 对对对 每个人都可以做他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是这种所谓的 这一类的这种 公益思维的 最大的一个价值 包括在中国 做艾滋病 结合病 其实都是这样 因为这些大的 这个传染性疾病的控制 最终可能 最大的这个出资方 它永远是政府 所以政府肯定是在这里面的 但是有的是政府 不是不愿意出钱 而是说 我这出了钱 出给谁 放在哪 哪种模式是有效的 所以其实可能 这个时候公益做的工作 就是说 我可以先通过我们的赠款 对吧 就做这样的一些试点 这个试点 一旦证明是可以的了 那对政府来讲 我就可以去投这样的项目 来做 其实它都是通过这样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能够去把 不同的资源 能够在这个里面 能够融合起来 去共同解决这个大问题 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 你们也特别强调 这个催化式的慈善 是尤其重要的呢 对 对中国更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 像我们基金会在中国 就是如果简单来讲 我们其实就是这个 所谓的三类工作 第一类我们就是叫做 在中国为中国 就是我们把中国的这个 像艾滋病啊 结合病啊 然后像扶贫 控烟啊 然后像等等 这些工作 现在我们在中国做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希望把中国的创新 能够挖掘出来 就是像刚才 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 比方说我们现在讲 瘧疾控制 瘧疾控制 中国有一套办法 就叫137方法 137方法 听起来好像这个 很高大上 其实很简单 就是发现第一天 那我就先知道你是谁 第二 第三天我确定这个诊断 到第七天 把药吃上 就是其实很简单 对 对对对 非常这个特别 Chinese对吧 就是我们西方是几个数 几个什么的 对然后现在我们就说 如何你把这个经验 去到非洲去 我觉得这种创新 实际上是 就中国是大量存在的 因为这些年 我们都是这么一步一步的 这么发展起来的 那第三类工作 我们就是刚才讲的 看到就是希望能够 在中国的大量的 这种发展经验 刚才讲的还是产品 各种这种 比较创新性的经验 就是整体的这种发展经验 包括我们的发展资源 包括现在我们新成立的 这个国际发展合作署 对吧 然后他们其实我想在 大家都还是抱于 很高的期望 就是说中国其实 现在等于有专门的 一个机构 去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如何能够把中国的这些 包括我们的国家机制也好 我们的这些年的经验也好 去真的对其他的 这个发展中国家的 这个发展 能够做贡献 大概是这三个领域的工作 这几个领域 其实都特别有意义 因为中国其实 我们经常讲这些数据 就是因为为什么 基金会关注非洲 原因刚才你也问到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如果你看减评 那这个或者是像瘧疾 像瘧疾现在每年 可能80%到90%的 这个致死率 就是在非洲 所以你只要去关注这些 就是最穷的人的问题 那非洲肯定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大陆 因为它各个方面的原因 那在这里面 就中国又是一个 特别明显的一个 可以有特别重要作用的 一个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就特别乐见其成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也能够起到一些 润滑剂和这个 和这个这个伙伴的 一个作用 对 谈到这个润滑剂 和伙伴的作用 因为一方面 其实谈到就是 中国的模式 因为很大的一个部分 中国的模式 其实很好地 可以向非洲 去进行输出 对 无论是资源 模式等等这些部分 而且我们知道 诸飞合作论坛 其实无论从政府层面 还是明天层面 已经搭起了 这个大框架 所以这对于 盖茨基金会来说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你刚刚谈到润滑剂 就是怎么样去把 双方的这种合作 更加任务性无声的 可以推进下去 对 你认为这些盖茨基金 会找到的 自己一个角色和定位 对对对 是的 就我们其实还是非常 希望能够在 中非合作里面 起这样的一些 这个就是算是 促进和合作伙伴的作用 因为我们也看到 这样的数据 其实你要看数据 非常明显 像中国是已经占到 撒哈拉 沙漠以南 非洲这个贸易额的 27% 是远远超过第二个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如果大家去过非洲的话 你是在很多国家 都会看到中国人 就我觉得其实我们 在那边经济生活里面 已经有很多 这样的参与了 但是我们的角度呢 更多说 既然有这样的参与 那其实更多就是 中国在发展 和这个健康问题上 也能做很多的贡献 就是很多呢 我有时候觉得 其实挺为 我们这个中国 打抱不平的 就一方面 其实我们做了 很多工作 像每天的外援队 然后这个医疗队 然后女业籍 什么捐赠等等 但实际上 因为我们可能 在全球的这个 发展里面的 这个话语体系里面 相对还是一个 比较弱势的一个地位 所以好多时候 经常会 引起很多误解 所以其实 因为中国也很难 很有意思 那天来了一个 这个官员 给我一个谈话 印象特别深刻 他就说 他们实际上是在 农业部下面 一个做这个 国际交流的 然后现在他们在 支持很多中国 对非洲的 这个农业的 这个援助项目 有一些成功 有一些失败了 但是他也说 他说我们的确 是没有经验 他说因为大家可能 想象不到 我们这个机构 在成立之初 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是接受外援的 就是我们是 这么快的时间 对对对 就是接受外援 和接受这个贷款的 包括试行贷款 是我们来做这个 等于对中国的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 还没退休呢 对吧 然后就是 结果我们就变成了 对就是做这个了 对对 所以当时那个对话 就印象特别深刻 就我觉得可能很多 西方的人 是不能理解 中国这种转变的 一代人的过程中 我们能从一个 受援方 变成一个援助方 但是他肯定会 带来他相互应的问题 那肯定你是 不像这种 所谓的老牌的国家 那一直有这种 外援机构 他相对来讲 从他的这个战略 从他的这个复杂性 等等 那肯定是 肯定是更有经验 但是中国的这种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实际上是个 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但这个故事 如果你不理解这个背景 你就会很容易 去挑毛病 所以我觉得这些 有的时候就觉得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 相对所谓的 有一定的 国际影响力的组织 然后在这个 又能理解中国的时候 其实可以把这些 更完整的故事 呈现给大家 这样能够让中国的 很多这种 全球发展的贡献 更有益 你刚刚谈到 就是你去08年的时候 当时来过一次 就回到过一次北京 08年我印象特别深 当时汶川地震 对 因为我在现场就是 周围的人 甚至是 就是可能受灾 相对来说 比较轻一些的四川人 当时见到我们都说 我们特别想捐钱 然后想捐物 但是就说 第一 就是不知道该捐到哪 对 第二的话 当时那一年捐赠的 这个质疑门 对 就是反对的声音 是很多的 对 似乎这种质疑门 一直到现在 大家可能一谈到 公益组织 然后一谈到这种捐赠 大家首先是担心 对 你们拿了我的权之后 这个钱到底 能不能够捐过去 怎么样能够摆脱 这种当时的负面影响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 就我觉得其实 它的起点 可能还是说 首先要允许 更多的公益组织 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去生存和发展 因为它有生存的发展之后 各个层面的公益组织 对对对 各个层面 因为它就像一个人体一样 我觉得基层的公益组织 就是细胞 你如果没有这些细胞 你不可能有一个 健康的体系的 所以现在的 可能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在 基层的公益组织 它的活动的空间 并不大 所以因此 它可能去 建构这些诚信体系 建构这些数据 可追溯性 等等 它没有这个能力 中国政府可能 是一样最能干的政府 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 因为它毕竟有限 对吧 你不可能去 就是去支持到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最终 其实还是需要一个 社会本身的 一个有机发展 在有机发展的过程中 那政府慢慢就起到 一个更好的 一个监管的作用 然后在这里面能做 我觉得这个历程 可能中国现在刚刚开始 我觉得其实 808年的地震 如果从正面来讲 你看就是 我觉得成都 作为一个城市 实际上可能是公益生态 相对来讲 比较好的一个生态 就是因为当时 有这些需求 所以才有不断地 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 但是我也希望不用 因为不一定要 非要去依靠这种灾难 来去做吧 因为社会问题 是越来越多的 因为现在整个 我们中国是面临 这种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 它需要一些 这个舒缓剂的 这个形式的存在 其实社会组织 基层公益组织 是非常有效的 这样的一种形态 我特别想来聊 你眼中的比尔盖茨 因为我记得 基本上每一年 他都会很平凡地到北京 然后经常会去 这个紫光阁去 建筑工的领导人 我印象很深 然后大家觉得 原来比尔盖茨转型 因为大家可能一弹 一弹到他 还是微软的那个印象 然后他开始做慈善了 开始做公益了 你印象当中 或者你眼中的 这个比尔盖茨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挺好的 我觉得第一个 他是一个workaholic 就是他这一个 工作特别拼的人 我觉得每次 这个我都特别震惊 就是因为他每次来 大概都是能从早晨8点 到晚上8点 或者晚上9点 你都已经够拼了 他还让你震惊 对 我觉得我都累了 然后这 这也是说不好听 也老头了 对吧 然后你看他是55年的 对吧 现在已经60多岁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这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就是 他其实是个 特别纯粹的人 对 因为我们 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因为是对这个 对这个首富的 各种异想 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就是 大家会觉得 是有做很多事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个 就是说 我就是看到这些问题 就是我这个毕生 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你看他每次讲这些事情 我至少我工作有三年了吧 三年多了 他都是非常一致的 就不是说我们今天 想个这个 明天想个这个 就他是内心坚信这些事情 是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每次就是讲的 就是很纯粹 很纯粹的 就是每次都是回到 这些核心问题 然后我们在自明镜 讲这些问题 这是一个这个角度 对 第三个呢 其实他也是一个 他应该是天蝎座 他还是很有这个 天蝎座 每年他其实是个很敏感的人 很有意思 就我们记得上次 我那是第一次来 就第一次见他 算是在这个 然后他那时候是去 海南的一个大学里的一个活动 当时正好是我们那个 彭大使 就是那个彭林大使 他是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 艾滋病和铁核病大使 拍了一个 大概是顾长卫拍了一个 七分钟的小片 讲艾滋病孤儿的 然后拍得非常感人 然后这个 就在那看就掉眼泪 就是从这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 对 可能跟纯粹比较像吧 就肯定想他做这些事情 实际上是困难很大的 对吧 就是还是可以回到那 他可以选择不做 他如果作为一个妇人 买豪宅 买游艇 没有人可以说什么 对吧 人家自己的钱 等于他其实选择了一个 更难走的路 我觉得他可能这些 选择这个东西的核心原因 还是因为这些 就看到这些不幸和不公平 希望去做点什么 就我觉得这个 就这个可能回到这个 就他对 就这种特别敏感和感性的 这一面吧 我觉得 关于做公益的年龄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年龄限制 可能在不同的年龄 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哪怕其实是孩子 也可以让他们去参与 一些公益活动 比方说做志愿者 比方说去了解一些公益组织 然后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通过公益 是一个了解社会全景的 特别特别好的渠道 的镜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没有什么低龄限制 当然如果讲到财富 那可能如果从捐赠角度来讲 好多时候是需要 一定的财富的积累 但是我觉得财富本身 或者捐赠本身 只是公益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公益的核心 还是对超越我们自己生活的 更大的社会问题 和世界问题的关注和参与 李英诺作者 《最不像慈善的慈善》 他说做慈善 经常让他灰头土脸 但却比做女神更加真实 一个时代要有 一个时代的精神一样 我觉得这个公益 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 不管是面临着我们 我们的伟大复兴的重要重任 还是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美好的生活 都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公益 08年正式开始 我们要的志愿服务工作 到今天 公益这块一直在争争向上 我想今后的中国 会在公益这块 会帮助别人这块 会更多更好 这个路会走得更长远 李英诺说 公益就像是一个漏斗 无论在哪个国家 全职的公益者总是少数 如何为年轻人提供 更多的参与渠道 将个体技能 应用到相关的领域 并真正投入其中 这是值得践行 公益事业人们思索的方向 感谢收看 由舍得九夜与凤凰网 联合推出的高端访谈节目 舍得智慧讲堂 舍得中国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